馬哥我們很好奇 就是你買房子的這個過程 順利嗎 不是 其實不順利 不順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壓根我就 不是很願意花這麼大的錢去買 我老婆就一直要 她想要買 找了很多 其實我們就找文山區 木薩津美這邊 看了也大概有至少有十幾家 後來我們看到了想要買一戶就是 我現在租的房子的最尾間 邊間 感覺我就想說這樣也OK 就是反正搬家也很近 然後就是看 我們大概看了大概四次 結果他準備要談的時候 他早上接到一個電話 接到簡訊房仲說 來不及了 已經賣出去了 我老婆就哭了 哭啦 他就說 他說怎麼會這樣 我們都已經要 他已經要出手了 就準備想要有個家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對 他就哭 16年來 都出房子 我真的是嫁錯人了 有講這壓力很大 我就說你不要急 你不要因為為了買 然後去買 不要急 後來我就去拍戲了 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跟我講說 我晚上我已經約好房子 要看就是一樣是我們的下一排 下一個像 我們是11弄 他是9弄 他說我要去看 我說那你就去看吧 就去看吧 因為我不太敢面對 就拍 他就傳一個簡訊給我 他說我要下斡旋了 哇 嗚呼 這麼快 對 我說好 因為我在拍戲 我說好 老婆你做主 快來大概過了大概30分鐘 他說我要買了 好快 我說你要 你還在拍戲 他就要買了 就買了 那個房仲嚇一跳 他說他再看3分鐘 他一看一看 好 我要了 我訂了 他說 是喔 他說你老師跟我講 你們底價多少 他說大概要1480 他說好 那就1480 我要了 然後那個房仲就說 你要買 他說對 我要買 然後他就說 房仲就問說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簽 我老婆說都可以 明天可以嗎 他說好 那我現在馬上來看你聯絡屋子 哇 第二天就買了 然後買了 我也不在 我老婆全部說我老婆去出面 好事啦 恭喜啦 可是我覺得買房子是衝動 我那時候也是去看的時候 然後你在買的時候 你會聽到隔壁會一直說 幾棟成交 什麼成交 我就想說怎麼辦… 妳這個是預售屋的時候是不是 預售屋 你去看的時候 會一直有那個廣播說 一棟六樓成交 一棟二樓成交 而且又看旁邊有哪一點禮物 對 然後就很多人 我就說 我就說我要訂 我要訂多少錢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開2400 我就說那2000 2000 然後我當天就 他開2000 他開2000 2000 哇 你2400 你殺到2000 他開2400 我就說那2000 如果可以 我今天晚上就匯款 然後他就 他晚上打來說 徐霞姐幫你爭取到2000可以 這時候都話術 怎麼那麼好 幫你爭取到了 爭取到了 對啊 應該已經滿維護了 對 本來我買這一間之前 我是看了預售 我本來也是差一點 差一點點就要買 因為他就是一直洗… 然後說你就是現在 你現在走出這個門 就沒有這個折扣囉 走出去 他在筆給我看 這樣小朋友又又打 你現在走出去 就沒有這個折扣喔 如果你等一下去撩撩 也沒有這個折扣囉 快下來斡旋喔 對啊 你們買了房子之後 一定會用心打造你們的家 當然喔 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滿意的房子 大家現在要來介紹囉 我先來喔 我家最近嘛 等一下大家如果看得喜歡 可以去坐坐好不好 直接去 就攝影機拉過去直接外景 我們線也夠長 線夠長 直接拉過去 直接出外景了 我的屏數其實真的不大 全裝是21屏 實際屏數是14屏 後來覺得很慶幸我買這間 因為我很喜歡說 是因為他的那個陽台很大 因為我的那個裡面的屏數 只有14屏沒有很大 可是我陽台大概 25屏 25屏 那可以辦公室 本來巨蛋要蓋你家的 你家裡還大 大劇動會要去你們家 全民心運動會第四季 所以在你們家陽台比 好啦 不要亂講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讚喔 對啊 這個是我的臥室 所以臥室旁邊就有窗 然後就很明亮 可是關起來的時候也有隱密性 對啊 然後我的 我的衣櫥也把它整理得很乾淨 對 雖然沒有自己的那個更衣室 可是衣櫥就是把它整理好 也很舒服 滿好的 對 然後我的客廳就是這樣 不錯…可以 對啊 就是你一個陽台 然後我覺得滿舒服的 好可愛 對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直接來看看好不好 對… 嗨 我是阿本 今天帶大家來介紹我的可愛小窩 我權狀是21瓶 實際瓶數大概14瓶左右呢 現在我在的地方呢 是一個小小的玄關 那後面呢就有很大的落地窗 裡面就是放很多我的鞋子啦 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忘在買了 所以小瓶數有個重點就是收納跟買東西要很注意 然後入門這裡有著我的可愛的佛教小區 那這邊就真的很可愛的佛教白色 是瑪利歐的阿彌陀文 超Q的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房子 就是算小小的 可是就很像自己的秘密基地的感覺 然後後面呢 這邊這個家具是最貴的 就是這個桌子呢 大概要三萬塊左右 那時候想說 要買一個好一點的桌子 可以吃飯啦 然後可以是辦公啦 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在這邊 然後走到這一區呢 就是有我的落地窗 然後外面還有一些我的那個 已經衣服多到在外面要放一個整理箱 以及我的沙發區 那另外這邊呢 就是我的很大電視啦 跟我的電視櫃 然後再走過來這邊呢 就是我的房間 所以我的房間這裡就滿舒服的 就是有一個自己的隱密的空間的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櫃 叨叨 這是整理得超整齊的 因為我自己有點微微的收納狂 就會很認真的整理 那另外呢 這邊呢 就是廚房區 還有我的冰箱 還有我的 你看這邊 很可愛 這是我自己呢 房間裡面唯一最雜亂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冰箱 就是把它貼滿很多自己的回憶啊 或者是出國買的一些小小的紀念品 然後呢 有一個小小的廚房 就可以簡單做一些料理 浴室呢 也沒有很大 就是有個淋浴間 然後呢 因為我不喜歡灰塵 所以我自己衣服都會在浴室裡面去做 烘桿 這就是我家啦 YA 大家有空來玩唷 等一下去你家 真的 哇 等一下 你不曬陽台啊 衣服為什麼不曬陽台 衣服為什麼不曬陽台 因為 因為我的衣服很少 可是我不喜歡陽台有灰塵的感覺 對啊 我喜歡你的那個牆壁的 有一種幾何圖 對… 配色 對 因為我是有問那個設計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見 因為一開始你自己在裝潢的時候 想說到底要怎麼弄房間好看 其實他就說很簡單 你每個空間就是選三個顏色就好 不要超過三個顏色 所以我所有的東西 我就是維持在就是白灰藍 藍 白灰藍 所以裡面就是盡量維持這樣子的 空間的顏色 就可以自己在小坪樹裡面 去做出很多的變化 好 太棒了 接下來 棋惠 我好了 豪宅 妳好了 沒有…豪宅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很喜歡做料理跟烘焙 所以那時候 就是剛好好不容易有了一棟房子 我就幻想說我希望我的廚房 可以是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那時候就如我願的 就是剛好完全的格局 一切都完美 所以那時候我就大概 我在廚房大概花了260幾萬 220幾萬 光是廚房而已 廚房就花了220幾萬 對 因為我光那個 妳是開餐廳的等級 廚房櫃體就大概150幾萬 系統櫃是不是 是日系的還是歐美的 義大利的 義大利的 對 義大利的櫥櫃 對 我有一片中島的地質石 也是跟那個瓦斯爐那邊一提成型的 就是師傅都要直接現場歌 然後我們家其實要介紹 要分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但我挑了幾個 第一個就是很多人來我們家 就會去跟他握手的東西 握手 對 握手 然後跟第二個就是 妳一邊來我們家洗澡 在我們家的主位洗澡 一邊洗澡呢 蓮蓬頭唱歌給妳聽 真的嗎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 真的是有一個人會開一個窗 然後頭 對 就 管理員喔 是管理員嗎 還在等什麼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家有一個很厲害的那個 前櫃姑娘 抽屜 真空抽屜 他原本是放手錶跟主堡 我有影片看一下 來…看一下 好好奇 什麼好萊塢的等級 中間呢 有一個卸壓的按鈕 直接按下去呢 他就會大概卸壓幾秒鐘之後 就可以把抽屜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家裡面的乾糧啦 或者是沒有吃完的餅乾 或者是呢 你要把它裝在家裡面的櫥櫃也可以 可以拿來放手錶啦 或是主堡 其實最一開始是拿來放手錶跟主堡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真空抽屜關起來之後 他就會繼續幫你抽真空囉 再來呢 很多人來我們家都找不到 我們家的廚房的水龍頭在哪裡 那這個十星的小莫 來自義大利 他就是一個水龍頭 那他也是算是我們家最有人氣的 每個人都會來跟他握到手 那開他的右手呢 就是冷水 然後開左手呢 就是熱水 這樣子 太讚了吧 這個連光頭是最新的 上面直接有一個防水藍牙喇叭 對 而且那個防水藍牙喇叭 我們去露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它弄下來 然後直接帶在身旁這樣子 然後因為為了這個家 就是我當時我還幫他拍攝了 短短的 大概30秒1分鐘的 我們整個家的環繞的VCR的音頻 還有是不是 這是我們的廚房 剛剛那是客廳 你看 對 然後我們家很酷的是 全部是大落地窗 然後全部是樹林 所以我們家看出去是沒有 不會看到房子的 房子 然後這是廚房的部分 260萬廚房 好美喔 對 好漂亮喔 然後這是我老公的錄音室 現在已經變成他的那個 威士忌收藏室了這樣 對 他平常就在這邊 錄了很多天王天后的歌曲 然後後面他的 那這我女兒的房間 看出去是一個百年的張樹 然後這是我們的房間 看出去也都是一片樹這樣 好漂亮喔 對 他就是很舒服 對 在北投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個 客廳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玄關 然後出來這樣子 好快樂 進去的時候是這樣 好漂亮喔 這有錢人就是不一樣 好美喔 然後我們家 很特別是我們家所有的燈光 都可以調色 調溫 就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喝酒模式 調 調 調溫 我要35度的 我要80度 100度 好燙 好燙 我 我以為是寶貝 寶貝的那種 對 不是 調色溫 不是調色的 調色溫 就是它有時候對 比較白或比較滑 七彩的那個 七彩會變化的那種 有時候 我期待在吃 還要就是 我童貝 賞 我物財 就是 不能